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炭治郎眼睁睁看着无惨离开 得到是鬼也是医生的朱氏帮忙 却被两只实力更强的鬼追杀 求鬼连续丢出两颗球来攻击 炭治郎没想到球竟能有如此破坏力 抱着豆子护在怀里 玉石郎挡在朱氏面前 球竟然突然闪到旁边 直接从侧面将他给抱头 炭治郎让豆子将女人搬到安全的地方 举起刀就准备迎战 球鬼确认炭治郎就是无惨口中的目标 炭治郎听后让朱氏先离开 但朱氏却让他不用在意专心战斗 球鬼一球就要了结眼前的目标 炭治郎想好招式后 一刀突刺将球给刺穿 没想到球竟然自己动起来 而且刚才也是以不自然的角度来攻击玉石郎 被抱头的玉石郎慢慢长出半个脸 生气说就不该和猎鬼人扯上关系 他的障眼术并非无懈可击 越多人就会留下越多痕迹 无法饶恕妨碍和朱氏共处时光的家伙 球鬼脱下衣服更加认真 还说被身为十二鬼月的他杀掉 应该要赶到荣幸才对 只见他腰间增加四条手臂 一口气丢出六粒球 炭治郎只能勉强闪避和倒下 被削半的球威力虽减弱 却还是能攻击 玉石郎让他看箭头的方向来避开 但身为人类自然看不到 只好把诗诀戒给炭治郎用 丢出一张符咒贴在额头 炭治郎立刻能看到操控球的箭头 轻松就能躲开四面八方的攻击 就让他对付树上的另一只鬼 等两人跑到外面后 球鬼更确定炭治郎就是目标 再次丢出球来攻击 炭治郎一路奔跑 肥炎走臂勉强躲开攻击 另一边的豆子刚好找到箭头鬼 击脚下去打断他的施法 炭治郎赶紧将所有球给砍断 在瞬间砍断球鬼的六条手臂 听到诸师说球鬼和无惨很相似 炭治郎知道一定要采集他的血 球鬼兴奋地大笑 让他尽管来试试看 御史郎警告如果真的是十二鬼院 一定会比之前打败的鬼更难对付 看到炭治郎那慌张的表情 御史郎提议让他当诱饵赶紧逃走 但看到诸师的表情立刻改口说是开玩笑 球鬼转眼间就长出新的手臂 豆子刚好被打飞撞了过来 守鬼剑撞准备一起收拾他们两个 御史郎让炭治郎先解决剑头鬼 球鬼就由他和豆子来对付 炭治郎吩咐豆子别勉强 看到诸师和御史郎时 就好像看到母亲和弟弟一样 两人同时发起进攻 炭治郎很快就看到剑要解决对手 没想到箭头鬼随手就弄断了线 脚下的箭头让炭治郎打了个寂寞 被箭头带走重重撞在树上 连续的撞击让炭治郎吃了不少伤害 还玩了一趟免费的过山车 眼看箭头消失就要掉下去 炭治郎赶紧使出招式来减轻冲击力 另一边的豆子还在躲避攻击 御史郎跑着就突然消失不见 利用隐形的优势来了套组合拳 无法原谅他竟然敢伤害猪士 箭头鬼一听就记得被判者的名字 球鬼再一次发起攻击 试图踢开球的豆子就被砍断一条腿 还被一脚狠狠踢飞进屋子里 猪士赶紧去查看豆子的伤势 但他的恢复速度实在太慢 也在猪士准备打一只针时 母亲的样貌再次重叠了 炭治郎还在想该如何对付敌人 箭头鬼就射出许多箭头 这些箭头不但速度很快 而且用刀也砍不断 在碰到的瞬间就会随着方向给弹飞 箭头鬼将箭头捆着手臂准备扭断 炭治郎赶紧借着树跳起来 向同样的方向后攻翻挣脱了箭头 双方都进入最终对决 炭治郎连续躲开箭头快速接近 利用箭头的方向加强招式的力量 一刀成功砍断箭头鬼的脖子 被砍断头的箭头鬼满是怨恨 要和炭治郎同归于尽 操控双手用出招式 全身的箭头开始牵引着炭治郎 而且牵引力比之前还要重 炭治郎用出招式来减轻伤害 没缓过来就被拉了上去 强大的重压让他难以挥刀 在半空中转个圈后又要跌下去 箭头却还是不断牵引着他 炭治郎只能连续用出招式 双手就像是要断掉一般 但箭头鬼还是没死透 炭治郎决定不要多想继续出招 终于活生生将箭头鬼给熬死 全身无力直接摔在地面上 喘了几口大气就想去找豆子几人 另一边的球鬼用球弄的周围尘土似飞 让御史郎的隐身被无效化 眼看就要被球打中 豆子一脚化解了攻击 御史郎上一秒还在骂豆子 把他看成是弟弟的豆子 直接来个摸头上 而且竟然一次接着一次将球踢开 威力甚至比之前还要更重 恼羞的球鬼接着展开踢球站 看到豆子竟然和球鬼踢得不相上下 御史郎都不禁有些惊讶 诸是说只是用了一般的恢复药物 并没有强化身体的作用 也就是说豆子是凭借自己的力量 硬生生和眼前的敌人对抗 但他清楚如果球鬼用出权力 豆子一定会输 必须做些什么才行 眼看球鬼就要认真 诸是挡在面前 问他知不知道无惨的真面目 球鬼一听瞬间害怕 诸是接着说无惨就是胆脚鬼 会不让鬼群居的原因 就是为了防止鬼聚集在一起围攻自己 看到球鬼惊慌的表情 御史郎才意识诸是在用着术士 球鬼还在称赞无惨的强大 下一秒就脱口说出无惨的名字 说了不该说的话的球鬼吓得捂着嘴巴 而这也正是诅咒的发动条件 球鬼吓得立刻求饶 探治郎刚好来到这里 就看到极为残忍的一幕 几条手臂从内部伸出 下一秒就来了个爆头杀 听完诸是的解释后 御史郎就赶紧跑过来捂着探治郎 以免他吸入诸是的术士 没想到诸是说球鬼并不是十二鬼院 因为眼珠并没刻上数字 而且他们的实力也太弱 幸运的是顺利取得血液 就要进去帮豆子进行治疗 随着太阳缓缓升起 球鬼的手臂就这样彻底消失 等来到地下室后 豆子已经没事一把抱着哥哥 他突然转过身就去抱着朱士 属时把一旁的御史郎看得酸酸的 豆子再次给他来个摸头上 探治郎猜到他应该是将两位当成佳人 但这与之前把人类当成佳人的暗示 截然不同 听到豆子应该是凭借自己保留的意识 来判断他们是人类 朱士不禁感动的仙女落泪 紧紧抱着豆子向他道谢 由于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 朱士两人必须要立刻离开 并向探治郎提出把豆子交给他来照顾 虽然无法确定安全 但好比带着他四处去战斗 探治郎一听确实有道理 豆子就牵着哥哥的手看着他 让他决定还是要一起走下去 再也不要和家人分开 也在御史郎改口称赞豆子是个美人后 探治郎接着就要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一道雷公般的声音贯穿耳朵 眼前的黄发少年苦苦哀求要和妹子结婚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这位黄发少年是谁 又会闹出怎样的事情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 我会闹出的